大家好,歡迎收看《投資集記》,我是Alan 上星期五,內地多部位開完記者會後 市場對於短期會出政策的預期都已經降到最低 大家對於出政策也沒有太大的期望 同一時間經濟狀況,由於這幾天都會繼續公布一些7月份的經濟數據 無論是昨天的進行也好,或是今天的CPI也好 普遍都是比市場預期低,亦都印證了7月份 內地的經濟狀況應該是進一步轉差的 如果沒有一個政策扶持的情況下,這個趨勢普遍都會持續下去 一些對於橫觀經濟或政策依賴度比較高的板塊 可能大家要特別注意,例如零售銷售 整體來說,股價也會進一步搜壓 其中兩個板塊要特別注意風險 房地產一定是其中一個 因為近一星期大家都看到 碧果園也傳出債務償付的壓力 的確是碧果園有兩個境外的美元債 在前日,即7日到期要付息 但他至今都未付 當然未可以半判定在技術上的違約 雖然正常做法都是舊期歸,即7日應該要付息 但如果你不付,就不會即時進入違約 因為通常會有30天的寬限期 所以大家要觀察著,如果到9月5日 如果還未見到碧桂園還息的話 正式就進入了違約的階段 如果連碧桂園都選擇是所謂的躺平 剩下的一間巨規模的民營房企 應該就只剩下六湖 我相信只剩下六湖的壓力也相當大 因為全世界的希望已經寄予在他身上 另一方面,內地似乎對於房地產來說 可出台的政策或短期會執行的 就是這個銀行平營貸 以及降低全量房貸的利率 無論是實行哪一邊也好 其實對於銀行的息差來說 應該都會將一步向下的壓力 所以你看到銀行股最近都是處於弱勢 我相信這個弱勢會持續下去 因為如果是調低全量房的房貸息率的話 現有銀行借了出去錢,借下息率會進一步被壓低 這對銀行來說一定會存在著比較大的食差和盈利上的壓力 所以股價出現相應的調整,我相信都是正常的情況 短期來說,這些辦法都是大家需要避免的 當然不需要有一個特別過份或對於全體來說都是這麼悲觀 的確市況環境不好,經濟亦都不好,但不是無股票升 每天都打開報告機,總會見到一些逆市特例 例如有些什麼板塊呢? 其實可以趁這個調整,反而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例如一些對於文官政策的依賴度或經濟的敏感度 比較低的板塊,即是電力、電訊等 電訊公司即使面臨著過去幾個月的稍微的經濟弱勢 但實際上他們的成本都省了 中電訊公佈了第二季度的業績 收入的確是令市人失望的 但盈利因為經營效率提升的情況下 是有所增長,以及派息亦是比較豪爽 依照現在這個息率去看的話 今年有7厘息,明年有8厘息 我相信都不是一個太大的難度 當然如果說息率來說,我偏好中移動多一點 因為息率會更加高,今年已經接近8厘 明年應該會有一個更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有部份的科網 例如已經出了盈企的快售 又或者是整體的經營狀況 從監管放鬆下 有進一步改善的阿里 我相信是業績期的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尤其是阿里,之前衝上100元後,會回到93 這些左右的位置 如果進一步是回到92至90 我想都是一個短線反彈的機會 另外一隻,剛剛也公佈了盈企的貓眼娛樂 亦可以為市場帶來更多的驚喜 因為普遍大家都猜,今年最多都是賺4.5億 但這個盈企已經告訴大家 如果是去到盡的話,有機會是賺到4.3億 這真是帶出市場預期之外 因為今年,尤其是第二季度 內地的電影票房 雖然比經濟環境好 因為整體的消費都很疲 但票房相對來說是比較好 但也未完全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但在這個情況下 原來半年都已經賺了 是多於2019年上半年的情況 這可能是普遍市場好的情況下 訂票系統不需要付太多的折扣 所以它的盈利會有所提升 但下半年應該是更樂觀的 因為7月份內地票房 是7月份的市場新高 比2019年的7月更高 8月份應該可以延續旺盛的趨勢 主要是大家餓了很久就沒有遍看 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也有聽過的唇膏效應 就是在經濟普遍 差,銷售皮弱的情況下 反而唇膏這類的商品 是賣得特別好 原因很簡單 就算有些名牌 其實唇膏的價格 可能是百多元 或幾百元 是一個普通階層 可以充滿的水平 但是你買一個唇膏的時候 可以令自己變得漂亮 心情又好 其實看電影有類似的情況 市貨不好的情況下 大家都拋住銀包 所以不太願意外出 例如不太願意 去一些很貴的餐廳消費 或者不太願意 逛街買東西 買名牌 這些都一定會受到影響 但看電影不同 就算去一些很高檔的 商場的戲院 其實都是一百多元 我相信是一般基層 都充滿的水平 同一時間 就是在這麼嚴厲的天氣底下 沒什麼好得過 這個戲院裡面涼冷氣 尤其是在大陸的商場 一般的商場 其實大家都通常覺得 不足夠 唯獨是去到戲院 冷氣真的特別充足 所以 對於在現在這個環境底下 看電影的確是一個 比較適合一家大事業 兩個人拍拖 或者一個人 進去自閉 是一個 很好的地方 我相信 內地的票房 不會太受到 內地經濟 有一個直接的衝擊 或者影響 下半年 我都相信 貓娛樂或者 一眾的票房 應該會有一個 明顯的 持續的 增長 出現營起後 我逐漸很多項目 都開始 復活 貓娛樂 盈利預測 以及目標價 股價 衝高一輪 稍微調整 現在這個稍微調整 例如 落到9.5 至9 這些位置 應該都是一個 中線 可以考慮的 機會 好了 今天 大概 說到這 為之 我們下個禮拜 的投資宅記 再見 拜拜 优优优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